為甚麼我們剛才前面講的搜尋型是怎麼工作 那到底我們做的事有甚麼來的 一旦背這個我先請示給你 搜尋型它不是會害蜘蛛機械人去抓網頁嗎 如果你讓它抓不到網頁 那就白打 所以你一定要讓那個網站去做一些調整修改 避免搜尋型抓不到網頁 這件事情就叫做搜尋型最佳化 搜尋型最佳化的目的就是要讓搜尋型能夠正確的 完整的去抓去你的網頁 下載到你的網頁 所以搜尋型設計最佳化就要留在這裡 它把你的網頁抓回去 它要去決定你的排名 它要去所有你的內容 然後去解析所有你的內容 之後它要決定你的排名 所以這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要做內容最佳化 所以內容最佳化的目的就是要讓搜尋型能夠 去認為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網頁 至於這個某一個特定的主題是相關的 而且是重要的 所以這叫做內容最佳化 然後再來呢 我如果先把網站那個 因為我要做內容是CEO嘛 我要去做搜尋型提供的話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會做我關鍵詞的策略 我要先把關鍵詞找出來 但是前面的關鍵詞不是講一遍嗎 所以關鍵詞策略先進 然後我要把我的內容的結構做一些調整 然後再做一些改善 像搜尋能夠正確的資助 能夠正確的找到網頁 這叫做搜尋最佳化 然後我要把我的內容最佳化 讓搜尋引擎到我的網頁 網站 相關的一些中間 這叫做內容最佳化 好 這個我整體做一個改變以後 這三件事情做完以後 我希望搜尋引擎盡快的發現我 我不要在那邊守住代步 所以我會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叫做網站提交 網站提交就是讓搜尋引擎盡快的把我索引到它的資料庫 所以這件事情就做做網站提交 然後我要讓搜尋引擎 認為我很重要 那這件事情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連結跟社交訊號的建立 那連結跟社交訊號的建立 另外還有一個用途就是 如果你連結做了的話 搜尋引擎也比較容易發現 所以我回到下載系統來的 所以簡單來講 這樣講有點複雜 簡單來講 以線性 你用線性而看 你會先把關鍵詞做出來 如果你用一個比較版主的線性而看 你會做關鍵詞的設約 然後你會做設計的最佳化 各位不妨寫下來 設計的最佳化 設計的最佳化 再來你會做內容的最佳化 然後你把網站提交出來 然後你去建立那個連結以及社交訊號 社交媒體上面的訊號 後面會講社交訊號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SEO這次 只是說你在連結這件事情 你建立連結出了 增加他的排名就要看 因為你連結出了很多 所以人家發現你的機會也不錯 所以跟下載系統也會有關係 那要了解嗎 如果你用線性的話 你從內容 關鍵詞修練 內容 設計最佳化 那種最佳化 讓搜尋領在排名的時候 認為你是重要的 然後你要讓搜尋領主動發現 你的這件事情就做主佳 就是你要主動進入搜尋領的所謂技巧 然後是要提交 然後連結建立 然後等等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就是SEO在做的 那這個就是跟搜尋領的工作 你要了解搜尋領的工作原理 你就會看得懂這個分獎 重量測的工作原理 採尋領主動的工作 扶植 擔沙 在採尋領主動的工作原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